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在希腊反对紧缩政策的公投后给欧元带来了一定的危机 这将可能会引发欧元区全面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早期低点后 美国股指期货下跌1.2% 日本日经股票指数下跌1.4% 上周末 北京方面召开了紧急会议 就中国股市与全球趋势做出了大量的快速的支持措施 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0.5%至1.1055 但高于其前期低点1.0967 日元下跌约1.5% 找到了一个大单买入等待 随后一跃回到135.48 同样美元收回了年初对日元下跌的部分 稳于122.57 美元指数上涨0.2%至96.279 周一随着希腊拒绝改革换救助金 油价大幅下跌 中国发布经济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场崩盘 影响到其经济 格里尼之标准时间凌晨2点钟 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半美元至每桶59.80美元 与此同时周四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 美国钻井机数量在连续29周的下跌后首次增长 原油价格的上涨成为了生产商回电的最强烈信号 正如一位瑞士能源分析师总结说到 希腊事件的不确定性利空有价 在中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大环境下 这增加了一个不利因素 美国钻井机平台数量近期上涨 伊朗可能增加石油供应量 所以说希腊的公投将会成为 是否退出欧元区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在这里将会为您列出 希腊退欧问题上可能将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些显著的事件 在周一晚些时候 加拿大将公布其爱为商业指数报告 美国方面 供应管理协会将会发布服务业活动指数 周二 纽约交易者们将会看到新西兰商业信心报告 而澳洲联储也将会发布一份声明 公布其基准利率 而瑞士国家银行将会在周二发布其外汇储备量 周三日本将会发布经常账数据 英国政府将发布其夏季预算 在晚些时候将会看到美联储发布六月份会议纪要 周四在英国央行发布其利率决议前 中国将会发布CPI和PPI数据 而周五备受关注的美联储主席 珍妮特·耶伦将在克里夫兰发表重要讲话 之后 加拿大将公布其阅读就业报告 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一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Dougas Bay电视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